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三分之一的标普500的公司会报告业绩 今天请来的是严吉林博士来给我们谈谈股票的前景 严博士你好 欢迎你 周小姐你好 大家晚安 首先看到在4月29号也就是在这个礼拜在礼拜四 就迎来了拜登的蜜月期就要结束了 他蜜月真长啊 情人的蜜月也没有那么长 他要摆日才结束 大家到底对他的评价如何 那这个除了他一上任疫苗就出来了 那他在白日之内说要有1亿剂要打出去 结果完成了2亿剂 所以他在这方面的成绩还是斐然的 虽然他现在又要给人家500块钱打疫苗的钱 我觉得这简直是莫名其妙 为什么我打就没有钱 那么这些评价当然不能只看这一两样 在本周他将要去 要propose这个capital gain tax 还有corporate tax会要上涨 不晓得会不会成功 然后这个礼拜又有fomc的meeting 要决定立席的走势 那这种种的事情都是造成这一个礼拜是多事之week 我们请颜博士来给我们评论一下 呃对这个一百天啊 这个蜜月一百天也就是说 呃新总统他给他一百天的时间干什么呢 也就是说这一百天能够 看他这一百天里面做的东西 能够project他往后两年至四年 他的主轴在哪里 所以这一百天是呃是重要 那呃拜登他这一百天 当然啦呃这几天大家都在给他打打分数 那他也事实上做了不少事情 比如说这个呃疫苗的事情 还有这个steamins package也出去了 很多人收到一千四百块也也很也很高兴 还有啊infrastructure 那当然啦他很重要的一个一个部分 就是他的呃呃呃增税的问题 那over打分数是呃不错啦 我们最低有看到51最高有61 那如果把上下极端的把它扣掉 大概就是在54跟58中间 成绩算是不错 比欧巴马差哦比欧巴马差 那比川普好呃跟那个George Bush差不多 所以他的成绩是不错的 我觉得他很多成绩是来自于对这个呃疫苗的这个呃 这个疫情的控制还有对这个疫苗呃呃 他说百日之内要要打一百个million就是一亿一亿一亿剂 那周小姐刚刚提提到了我看的数字也是说有打到这个两亿 那现在就是说每一半的美国人至少都已经打了一剂 所以在这这方面呃成果是不错 所以我觉得credit很多是放在放在这里 当然啦他呃这个steam package他也让他过了 所以到目前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他在国内最主要呃 呃这些成果也是还有这一次这个呃气候峰会很多人也是也是支持的 所以overall来讲他成绩算是呃蛮蛮蛮高的 那呃呃往后大概会怎么走其中选也是蛮重要的 他的税啊各方面呃怎么样能够这个落实 我想前面的路也不是太好走对一个这个七十几岁的老人来看 他做了很多事情的 嗯OK那其中有一个很大的逆风 就是在上个礼拜呃透出了讯息说他将要propose 这个capital gain tax怎么怎么样加 那么在对加州来讲是会超过50%以上 对纽约也是那对corporate tax呢也是会增加的 让大家瞠目结舌呃共和党也提出来了 另一个方案也是一个基建的比较省钱的计划 华尔街我想在那天也是呃打摆子打了半天 结果第二天想想说哎呀冲进去买再说等到真的会成为事实再来deal with it 那你觉得这些政客共和党的政客还有华尔街的人会允许这个税加的这么高吗 呃对他事实上拜等大家就已经期待本来民主党就是这样子啦就是呃加税加税加税那呃加税当然是一个呃对华尔街来讲一定是逆风嘛一定是不好的消息 前一阵子他出来的就是这个corporate tax他先从corporate tax呃先先做就是他把本来啊 啊川普把它从35降到21所以这个公司的earning在这方面是是受到很大的呃好处的35降到21 那现在要从21如果回到35可能性大概也也不大那如果回到21回到28走半路的话呢呃可能呃大家估计啦估计说对这个s&p的盈余会减掉差不多9个percent 这是在corporate tax tax方面的也有可能21上到25也不到28这是corporate方面那上个礼拜是出来的这个 呃呃一颗炸弹就是说要把这一个cattle gain的tax啊涨到39.639.6是蛮蛮蛮高的很少看到这样子我们现在tax bracket是10122422242224323537那最高的tax bracket37那他竟然到39.639.6的话你一般还要再加上所谓的medicare 的surcharge的surcharge差不多3.8个percent 所以你的captal gain就变成到43之上了也就是说你股票赚钱啊captal gain呃就是呃超过这个呃一年了会达到将近一半了这是相当大的所以那天我一下子震撼哎呃怎么回事 呃一般money manager 是这样子啦这个有一个震撼蛋出来我要回去我要分析嘛我到底情况会怎么样后果会怎么样严重不严重在这个要分析之前他第一个动作就是把股票给卖掉所以他所以那天卖股不见得是这个事情的坏消息而是大家先卖了再说可是考虑到 这个呃这个呃一个晚上以后呢他证为好像没那么糟糕而且这这个高的capital gain的tax跟这个股市的好坏事实上没有这个correlation 比如说啦有一个例子就是说2013年2013年那一年是涨了差不多差不多八九个percent啊capital gain从15涨到23.8好像那那一年股票是涨得很好的所以呃考虑的结果可能没那么糟糕而且这次不是涨到23.8耶呃对当年是15涨到23.8也就是说是是涨的啦那现在也算是涨的 他里面有一个就是说for one million dollar的earner哦就是说你你年薪超过一百万的事实上也并不太多啦哦你个人个人来来说一般人不会去扣到39.6 详细还不知道他现在马上要出来的叫做一个American family plan这是很重要的的东西所以华尔街是这样考虑可能他认为说可能没那么没那么严重第二个他是认为说可能不会 他不会过这是一个一个大的问题我是属于后者他可能不会过对可能不会过因为其中选马上马上要要要到的其中选马上要要到就就过一年一年没有那么容易让他过对那现在fifty fifty嘛现在这个呃 Senate是fifty fifty如果民主党漏掉一两席的话可能性也很大那尤其在耗死方面耗死方面他现在几乎差不多自己先实习 实习美国这个这个Congressman有有435席要要flip哦两两院都变成共和党主政也有可能这个这个发生的可能性也很大那这样的话他就很难去推推动了所以大家认为说他虽然39.6啦但是后来也不会那么高那corporate说要他回到28或者是更高后来可能也不会过所以这是法府的事情啦 法府今天一个大原则啦你法府最好最好最好你少来惹我哦你们安安静静的最近这100天是比较安静的不像以前川普天天在推特少对少来惹我们加州更好是的是的哎呃顺便提一下今天那个那个survey出来然后就是这个这个人口补差加州要撕掉一席哦 所以加州人口好像是在外移哦 有七个州美国有七个州会少掉一席加州是其中之一 加州的公司还有人的确是有外流的现象那因为其实你要外流也不可能说这么快就下决定不过在我周边有一些朋友他们已经跑到 哦因为美国是有几周啊好像是11周吧都是没有income tax没有state tax的周 呃其中包括tennessee我还有个朋友跑就是在上个礼拜一个礼拜去holiday就跑到tennessee去买了一栋房子 哦没有state tax啊嗯有这么多吗我知道有几周有到十一周啊 我看的那个好像是要大家自己去查一查反正他加州税太多事实上是应该逃的 逃的就是他们先另外安排一个窩啦然后慢慢的在在在transition 反正他就跑到一个tennessee我就想那个地方怎么能去啊对不起 这什么都没有超级市场也没有这怎么办好那么先讲到这个地方 呃接着呢我们进一段工商资讯就要来谈谈盈余盈余是今天华尔街的春风 非常的得意好像看起来是越来越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贵谷销售冠军德利洋地产请勤奉上97richview drive asiton欧式典雅豪亭 6507855822您还在为事业不能有更大的发展而烦恼吗 您想要自主创业成为老板吗 2021疫情环境下有为就有机您准备好抓住机遇了吗 联锁加盟顾问利恩帮您分析当下环境中创业优势政府扶持项目打开成功致富的大门 每月都有线上讲座聚焦不同优质加盟项目 预测未来利率走势 理财顾问7-2讲习一种成功退休理财计划提前退休多倍收入 独家冠名赞助GMCC万通贷款James Jean 系资深贷款顾问John Ma 介绍贷款市场最新变化及优质贷款项目 5月1号2号周六日两晚黄金时段7点半 与您共享与乐曼谈好时光 贵谷销售冠军德利洋地产请勤奉上 97Richview Drive Asiton欧式典雅豪亭 六房7.5玉9100平方尺占地2.16英亩要价1500万 307Walsh Road Asiton当代设计乐享精致生活 五房4.5玉3800平方尺占地8900平方尺要价500万 详情请致电德利洋650-785-5822 650-785-5822 在美国平均每年有超过80万的人有心脏疾病 或是不幸患了癌症中风等重大疾病 没有购买重大疾病保险 对很多承受病痛中的家庭来说 在经济与身心上都扛着极重的负担 苦不堪言 别让自己成为亲人的包袱 最专专业的泛语集团 888-831-8868 本节目由欧洲休闲品牌Alps Velo 三折电动助力自行车独家冠名播出 销售及查询热线315-367-2577 315-367-2577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严恩博士您好 大家好 在Bank America他有一项研究 这个银行他是从2004年17年前 他就开始追踪通货膨胀这四个字 在每一个Quarter用的次数有多少 那是跟Earning有关的 那他就提出了 这个本财报季中提到通货膨胀的公司数量 是去年同期的三倍 那么就说用这个也可能算是一个indicator吧 那这个礼拜刚刚好是FOMC 他们要报告这个利息短期利息的走势 那当然通货膨胀我认为 你足不出户你在家里出账单的人 你也看到水费也涨电费也涨 并且你说有旱灾drought那水费涨 可是如果像了很多的雨 没有旱灾的时候 他的水费也不降下来 不知道这个是水利局怎么解释 我下次还要来访问他 那我有一次尽量想提这个事情 还是顾左右而言他 他就说这个制定水费涨高和降低 不是在他的territory的事情 对是一个公共政策 所以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先讲讲盈余吧 盈余好像是华尔街 是春风得意 面面俱到越来越好 您怎么看 对这几季都是这样 因为在pandemic的时候大家吓到了 认为经济会真的是会很糟糕 但是我们的recover是算蛮强的 而且来的比较快 所以对这一个 陀佛尔街本来的worry就是说 怕这个有double dip的recession 然后也担心高的inflation 高的税 那在这个春风啊 在这一个时候 我们巨爆盈余 马上进入高潮了 现在大概是25%已经爆出来了 25%爆出来呢 有84%是surprise的 是surprise的 那是earning的surprise 那revenue呢 revenue也有77%的surprise 也不错 所以这一个 这一个季度是 好像回去找都找不到 所以相当 华尔街非常 对这一个非常乐观 看法是认为说 我们现在p当然 很高啦 如果你看照这个faxet 或者是earning 他现在12个月forward earning s&p500 他是185块多 然后一除的话 是22.5 那faxet 他的报告也是说p22.5 所以根据过去的这个 比如说五年的平均 大概17.9 大概就是18 那十年的平均是16 这都比他高了太多 但是呢 华尔街是往前看的 我们这个做股票的 lesson number one 就是p1 那p1就是p1 除以1 那这个这个 这个价格跑 跑太高 这个p1就高起来 但是呢 大家认为说 这个盈盈会追上来很快 每次都 每一季都这样surprise surprise的话 也就比较不会去担心这个p1过高的问题 所以呢 呃 现在的春风 就是就是英语啦 我想25%爆出来 那么多的surprise 下面的75%大概也是这样子 那现在我们就回到说这个p1这个问题 比如说 呃 这个礼拜哦 很多重量级的 Apple啊 Google啊 都出来 Microsoft啦 Microsoft 对 Microsoft也是这个礼拜 那 Tesla出来了 Tesla出来了 它也是surprise啦 可是 就是市场 把它给卖卖下来 一般来讲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说 可能有whister whister number 本来说 80 但是whister number 他就蛮高的 这也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 可能就是说 sell on news 大家认为说 会好 会surprise 结果真的surprise 的话 大家反而把它给卖掉 这个就是 呃 牵涉到这个 他的valuation的问题 然后valuation太高了 往后 往前看 不晓得三年 五年 他的成长率是五十% 五十% 最高p1一般来讲 50%的成长率 50PE是合理 100PE也算可以 可是Tesla的PE不是 不是50 100是上千的 所以anyway 这个应该都是一路看好 下一季 我们第二季也是会看好 那法尔街对这一方面是认为春风 还是在enjoy的 这个礼拜是 第一季的财报里面最忙碌的一周 那市场对于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 大型的高科技公司的业绩是 寄以后望 那Tesla呢 已经今天surprisingly upwards的这个业绩 但是我们明天正式开盘的时间 看一下投资人对于Tesla的反应 又是如何 那托河膨胀的确的确是有的 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态度 就很重要了 那在礼拜三 他们决定了利息的走势 当然他们不可能加息吧 对吧 几乎百分之百都不大可能会加息嘛 但是要看他怎么解释通货膨胀 他们的态度 他们的忍耐度等等 那目前的这种看法是如何呢 目前我们对这个 这个Jeremy Paul的态度只能从这个他三月十几号那个会后的这个记者会 他的language还有他后来也接受电视访问过一次 所以从这里能够抓的我们目前来看是他说会有通货膨胀 但是他认为说这个通货膨胀是短期的 也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不是真的通货膨胀而是因为去年的基期 很低 然后就会一直往上往上走 他这个认为说没有这么大的压力 他可能就是在为他的说他到2023不会加息 一定不会加息来背书 那也让华尔街安心认为说到2023我们interest还是维持在zero 可能是这样子 当然他对经济比如说 unemployment, GDP, inflation都是上调 上调三月的时候就从什么 unemployment从5调到4.5 然后GDP从4.2调到6.5 inflation从第二跑到现在 他那时候三月的时候是2.2,2.2也就是超过了 他认为说没关系短期的 而且我们给他flexibility是这样子 所以这一次他的language相当相当重要 我想会影响到市场 除非他再给我们inflation来的大家知道的 那除非他再给我们一个吃了一个定心 玩说2023还是零利利 这样的话华尔街就安心下来了 是,其实他还有很多其他的手段来缩紧市场上的银根 比如说他买债慢慢的买少了嘛,对不对 对,这个会他升级之前会先做这个动作 嗯,但是他现在还并没有做 是的,是的 好的,那一般来讲哦 sell in May是我们每一年都要提醒大家的 在两个礼拜以前 我就提醒燕博士说 哦,在4月26号你应该 这个picture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 要告诉我们 sell in May会不会发生 如果发生是在什么时候发生 Now this is the time 对,这个事情我记得很清楚 两个星期之前我们4月刚开始不久 那我那时候说如果sell in May是 sell in May也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5月开始 这个市场会开始跌啦 当然很难 除了去年以外 很难看到说真的5月1号股市就大跌 应该是不会这样子 那到底这个往下跌是什么时候开始 是比较早呢 比如说5月5号,5月10号,5月中呢 或者是要拖到5月底呢 这个besson什么 besson我们上一次我提到 就是说4月的表现 4月如果表现很强劲的话 这个开始下跌的时间 就会比较早一点 也许5月上学 那如果说4月很牛皮很弱的话 可能这个开始下跌 可能要拖到5月底 甚至到6月 那结果呢 我们如果这个假设真的话呢 就看4月 那4月呢 大家认为怎么样 4月是强的嘛 是强的,对 今天NASDAQ创历史新高 NASDAQ S&P好像也是 也是历史新高 S&P 是 历史新高 OK 所以算是强的 4月算是强的 所以事实上你从技术图等一 也许等一下有时间谈一下 技术图来看也该开始要 要来一个 某种程度的调整 所以我认为 也许真的就是5月1号大家卖股 5月1号大跌的可能性 也是有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应该这个开始比较明显的往下的所谓的调整或collection的话 我想应该是在5月中之前或左右那个时候 嗯 好 那两个礼拜以后再给我们讲更明显的日期吧 好 那既然我们现在来谈谈sell in May 就不如让我们来把三大指数的技术图形来判读一下 来 同时也要看一下今年夏天的市场 这个今年的Summer是怎么样的一个Summer 首先就是来看看NASDAQ NASDAQ今天收在一万四千一百三十八点跟二月的那个头几乎是一样高了 但是应该应该是今天是NASDAQ的是历史新高诶 差一点点吧 差一点 好 你说差一点点 好像差一点点 Anyway 我们年初这个第一季第一季是在调整在调整我们去年去年 我们知道我们讲到所谓传产股跟这个高科技股 传产股用用道来代表好了 只涨7.3个percent 那NASDAQ涨了四十几个percent 所以这个这个步伐要要调整了 也就是说 这个好像你爬山前面道走的比较慢 那现在在今年第一季开始往上冲 它跑得比较比较快 然后NASDAQ开始在二月的时候 它就来一个collection 事实上intraday有到过10% 算是一个collection下来 那下来呢也就是说 到后来两个一定要牵着手一起走的 那因为去年NASDAQ涨太强到比较弱 所以来一个NASDAQ的10个percent的大调整 那现在呢这个调整我认为已经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 那现在两个我们刚刚在讲 S&P是不是新高到也新高 NASDAQ也新高 现在手牵着手往上走 但是走的有点太高了 我们希望看到某种程度3-7%的collection下来以后呢 我们expect一个summer rally往上跑 五六月有比较弱 然后呢就大概在七八月有一个summer rally 冲上来以后 然后就开始牛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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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十一十二一月 又会是很强的 嗯 所以大家如果有人买这个年金啦等等 要在一年锁住最高点在今年的年底也是一个好机会 不必急着在认为现在三大指数都是在历史的高点的时候急急忙忙的去锁定 因为这就像一个双刃剑 你现在锁定以后上涨 那你明年的基数又是怎么样 这个是题外话 没错没错 讲到这个年金 OK好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个三大指数的技术图形的判读也已经讲完了 OK 所以我相信那个说者也是有心 听者也是有意 希望今天朋友们都得到很大的帮助 那同时我们在今天结束之前来回答一个听众朋友 他坚持他坚持说请严波士来看一下Microsoft这个礼拜要报业绩的 261块5毛5短期走势如何MSFT 这非常好的哦 他他现在不管在Fundamental的科技上面 他是在Swiss Bar上面 那这个技术图形也告诉我们 我们他在4月追分上来以后 他会下来调整没错 但是我认为还是非常看好 确实看好 好听者朋友感谢您的这个空硬电话 我们今天不大能够再继续接听了 严波士感谢你 我们两个礼拜以后再见 好 谢谢大家 听者朋友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访谈 GMCC万通贷款 贷款顾问加盟 短信6509961982 121-0150-9029-NMLS254895 EcoHouseClander 北京中医药大学麻仲学博士30年癌症临床中创建特色中医食疗 经政府核准加州东方医学院特别推出职业十一专业 可选面授或网课 一年之内毕业 养生保健 开发产品 转换职业跑道 成为职业十一 新学期5月8号开学 咨询电话或短信650-918-9968 650-918-9968 650-918-9968 好消息 大额贷款ARM利率Special 自住房7年ARM最低2.5 5年ARM2.375 无费用 有兴趣请速电张力408-315-9470 或WeChat张力IDL11-13591 GMCC万通贷款资深贷款经济降码 凭借丰富的贷款经验 专业的知识 真诚服务广大客户 帮您实现买屋梦 降低利率 更帮助了客户实现投资的梦想 月约一对一资讯 请致电张码408-858-3198 4月份推出大额贷款 自住房贷款重贷利率 5年ARM2.375APR 7年ARM2.625APR 10年ARM2.75APR 无任何费用 请致电张码408-858-3198 858-3198 好不容易找到心仪的房子 房屋贷款可是关键 申请方便 利率优惠 快速成交 哪里有 This is Gugain How can I help you? 重新贷款 或者买房贷款 当然找 Gugain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非常感谢您 周庭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 我是周乐 访问大家都熟悉的 资深贷款经济张力 张力欢迎你 周乐你好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我们已经进入了2021年的第二季度了 那从目前总体的经济来讲 恢复是稳定的 并且好于预期 经济恢复的也很好 也推动了总体的股市的繁荣 三大股指真的是接连在创新高 同时房贷的利率呢 温和上涨 并没有抑制住地产市场的火热 现在是股市房市 似乎都进入了一些疯狂的状态 这种现象是由于经济基本面的支持呢 还是通货的压力造成的呢 请张力用宏观的经济数据 和大家分享一下您的观察 好吗 好的 我们先看一下 因为失业率的数据啊 是代表这个整个就业人口恢复的速度 所以呢 就业的速度呢 又反映出来经济活动 这个恢复的快慢 所以我们看失业率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indicator 我们知道去年失业率曾经最高达到了14.7% 以后呢 就是逐月下降 到去年年底呢 这个失业率已经降到了6.7%了 今年呢 年初开始呢 继续保持这种下降的趋势 一月份的时候呢 是下降到6.2% 最近几个月呢 逐步下降到三月份的时候 就上个月呢 下降到6% 所以失业率从这个14.7%啊 降到这个6% 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所以呢 我认为就是到今年年底前 那失业率呢 我觉得会下降到4.5%以下 在4%到5%之间 我们知道这个失业率啊 在疫情爆发前呢 曾是创纪录 非常低的3.5% 对 那个3.5%啊 延续了差不多有6个月 如果我们按照现在恢复的速度呢 到明年有可能低于4% 也许会接近3.5% 所以呢 就是我们看看这个 单单就从本部下降的失业率呢 可以看出来这个经济活动开放的速度 由于大家打疫苗的这个速度加紧了 所以这个经济开放的速度呢 还是好预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说 当每次全球这个经济衰退的时候呢 美国都是通过政府一系列的宏观调控 政府干预 美联储也好 联邦政府也好 出台各种政策 每次都能领先其他国家 就领先欧洲啊 或者其他的发达国家 就是率先走出低谷 如果我们看上次2009年 次贷危机造成的这个经济衰退呢 也是 当然那次是开始是 其实以美国 由次贷危机造成 房地产整个塌陷 然后引起了整个全球经济的衰退 那美国很快呢 就像这个经济列车的火车头一样 带动全球经济呢 走出了低谷 我想这次也不会例外 特别是呢 联邦政府在过去一年呢 给市场注入这个高达五万亿的 就是资金 人为的呢 增加了这个市场的货币流通 也就是说增强了这个市场的总体购买力 而现在疫苗这个广泛接种呢 也是会促进这个经济活动开放 听说现在这个疫苗啊 已经超过 可能有一半人 绝对是超过一亿人 已经得到了接种 现在呢 如果就是大家也知道 这个接种的人群达到总人口的70%呢 达到这个数字 意味着就是社会达到了群体免疫 那个时候呢 经济我觉得会开足马力 完全放开 所以从现在目前经济看 继续增长 对 美国经济恢复速度和潜力呢 还是源于好于其他国家 所以呢 我想这个对美国市场的信心呢 是促使这个各大投资市场走强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很好 那美国联储局一直是对于通货膨胀 至今为止是保持非常容忍的态度 即使通货膨胀率呢 已经超过了传统的2%的目标值 美联储局仍然安慰市场说不会贸然加息不会贸然加息 直到经济达到充分就业通货膨胀率呢超过2.5% 美联储局才有可能采取紧缩加息的政策 那张力您认为这种局面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会不会等到2023年就是他们联储局说低利息保持到有可能到2023年底 对 是 我觉得这个加息的可能性啊有可能会发生在2022年的下半年 就是会早于2023年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经济恢复的速度是好于预期的 就是更主要呢我们面临一个这个通胀的压力 这个通胀压力呢也是比预期期前来到 比如说最近经济数据爆出来的显示呢 市场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通胀压力 比如说生产者物价指数就叫PPI Producer Price Index 那今年2月份呢就一下子上涨了0.5% 跟去年比 然后3月份呢就更过分了上升了1% 就double了2月份的这个涨幅 所以这种物价的涨幅啊是远远这个高于正常涨幅的范围 这样就导致这个整个生产物价指数呢 在过去一年吧就是这个涨幅远的高于正常的达到了4.2% 就涨幅也是过去10年最高的 所以大家可能能看出来就是说这个能源呢 食品的涨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这个占了整体上涨的60% 因为这个都是跟大家生活有关系的 所以呢最近油价狂涨比如说87号油啊 不管是这个93号油也好 都是涨的差不多有一块钱 就是如果按原来的比例说呢 可能是差不多有至少25到30个percent 太厉害了 然后超市里的食品呢包括餐馆的这个菜单呢就是各种价格 大家可能都感觉到也是明显的涨价 对 所以这个能源和食品这个是属于呢叫core product 嗯核心的 就是大家生活的必需品 对 就是大家生活必需品那你肯定得花钱来买 这个不是说这个生活中好像这个奢侈品一样你可买可不买 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就直接导致这个食品上涨 食品上涨的话所有人的生活的成本就会增加 实际上这也导致了就是说另外一个指数叫CPI 是consumer price index 是消费者的价格指数呢也是跟着上升 所以当然就是说市场有些专家呢分析这种通胀现象是短期效应 就我们以前也提过 因为最近疫情呢造成这个很多人员上岗不足 就直接影响了这个工作效率 所以呢整体市场的这个供应链呢产生了断裂 就供电不足 产品的供给少了 由于供求关系造成自然这个价格就上涨了 另一方面呢就是市场对这个产品的整体需求量呢反而增加了 因为随着经济开放呢 那大家就会增加这个消费的欲望 买东西也增加了就需求量增加了 所以这么一进一出呢就造成了这个市场产品价格的提高 我觉得这种通胀现象短期的这个效应啊是非常合理的分析 但最终呢我觉得市场上这个过度的这个货币流通啊 的确是现实存在的 所以这次不到一年像就是投入这个5万亿的这个资金呢 长期来说还会造成这个长期的通胀压力 所以我认为就是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呢 可能会比他们预测预计的要提前 也许就在可能在明年年底之前发生了 那既然通胀的压力短期内没有办法避免通胀的压力的一个表现就是不断的推高繁荣的房市和股市 如果联储局对于通胀采取宽容宽松的态度能不能大胆预测一下房市和股市的前景是继续走高呢 还是泡沫即将坚持不住有随时会破裂的现象发生呢 哇 莉莉 您这个是个million dollar question 所以我呢就直接提起感想吧 所以我觉得呢这次的经济复苏呢是非常不平衡的 这个股市的迅猛增长呢不是说所有人都受贿 比如说美国家庭啊就是说我们以前说过 美国家庭收入这个中位数就medium price medium这个income还不到六万美元大概是五万八 全国呢现在有三亿三千多万人口 那就是说实际上有三分之一的人 实际三分之一就是上亿了 差不多是一亿一千万 这部分人是只吃救济从不交税的 另外呢第二个三分之一呢 他只交的少量的税 他救济可能吃的很少 主要交少量的税 实际上政府的主要税收 是收入最高这个三分之一这个人口创造的 所以买房的中间力量呢 我也是这个收入最高这个群体 特别是呢这次就是说买房人 比如说有人投资房地产的 他可能是用来是upgrade自己的自住房 觉得这个房子有点小了 买更多的呆住院子更大 在更安静的地区人口密度比较低的 所以他他就把自己自住的房子租出去 他如果不卖的话租出去的话呢 相当于他多只多买了一个房子 而另外有些人呢 他可能去买很多出租房 他自己的房子他他留着 这样的话呢 他有可能一下买了连续的买个五个六个 这种出租房都大有人在 我的客人就是连续做 隔那么半半个月他就买个房子 连续做了可能五六个七八个都有 你说在过去的一年之中吗 实际在过去的大半年差不多 因为现在买出租房的标准并不高 只要你有25%首付 当然你20%也可以那利率高一些 一般贷款都可以贷得下来 主要是你可以用这个 这个买的这个房子呢 因为你是出租房 他有个market rent 可以用这market rent的75%呢 来抵消你房子所有的花费 所以对你个人的要求 收入要求不是说费得收入很高 所以呢这次投资房子 这个投资地产 这个人口比例呢 都是比以往的高 就是投资房子的percentage的人 会增加 所以呢这个而且不是光发生在加州 大家听说了这个房地产 在全国范围内 基本上是大规模的升值 我想这个现象呢 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因为现在只要是利率 不会增长太快 那这个地产大跌的可能性 是非常非常小的 比如说原因之一呢 就是说这次买房首付 要求至少是20或者25% 所以呢这个是严格的 要按照查收入的情况 来做贷款 就是即使市场 比如说有些小幅震动 那homeowner不会把这个房子 轻易脱手 就像这个以前2006年 07年的时候呢 房价涨到最高 那有些买房子老手呢 在当时就是说 买的是最高的 突然地产回落 就2009年开始 这个自贷危机来了 但是他一定挺住 然后他不要在市场 最低密的时候 把这房子出售 所以呢 后来这个房价 大家也证明了 就是说都知道 这个房价总是能够超过 上一个最高点 对 所以我觉得这次买房的屋主呢 基本上是有能力 厚得住 这个他的这个 经过市场的波动 出现市场大跌的可能性 是非常小的 股市呢 当然有所不同了 就是参与股市的人 可能是各个收入阶层 就是有些是这个 原来我们说这个 bottom三分之一 他可能拿政府救济的几千块 他也可以放入股市 对 那根据统计来看呢 就是过去五个月呢 有五百个billion进入了股市 这是个相当大规模的 这个资金量 跟往往年比呢 就是往年一年 还不会超过四百个billion 所以这个不到半个 不到半年就 就是五百个billion 所以呢 就是股市相对来说 跟这个房价来说呢 股市风险系数相对要大的多 所以一旦这个经济 基本面如果受到打击 比如说股市大盘 受到波动 那肯定就会有人胆怯呢 他就掏出股票 而这种这个 如果这种恐惧的心理呢 波及到了整个市场呢 这个大盘指数肯定 可能在几天之内 就能挑整个十二十五% 都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呢 就是说有不少人 如果把这个股市 获利了结的这个盈利呢 转到地产上 是绝对是分散 这个股市泡沫的一个 也是出于这个分散 股市泡沫的一个考虑 对中心来说 我认为这个 股市也好 房市也好 目前都是 目前看来是没有 大跌这个风险 而且这个地产在明年的 可能 有可能就是增长 会放缓 如果利率呢 就是因为 通胀呢 通胀的增加呢 这个利率可能会 会增加 也会增加 这个时候地产会 这个放缓 增长 它还在增长 可能会放缓 有可能会小波的回落 不过总体来说 我觉得就是说 它还是 不会出现 上次次代危机那样 这么大规模的 这种下跌 谢谢你的解释 要联络到张力 请随时用电话来联系 408-315-9470 或者是加张力的微信号 他的微信的ID是 字母的L11 数字的13591 我们现在进一段工商资讯 回来以后 我们就要请张力 讲一讲房贷利率的 最新动态了 进段广告 每个人都是一本无字天书 好中医擅长解读 Amanda 葛医师 跨界软件和中医 立足为您找到调养身体 和趋病的好方法 细鼓职业妇女 最困扰您的三个健康问题 是什么 压力大 失眠 痛症 皮肤病 月筋不调 不孕等等 请致电 Herb for Us Sunnyville诊所 408-962-0909 408-962-0909 Rebecca Lim 顶尖房屋买卖团队 十多年来 以资深的经验 和丰富的房源 服务玩区 深得客户青睐 Rebecca Lim 您房屋买卖的品牌 Rebecca Lim 408-720-6800 408-720-6800 每个人都是一本无字天书 好中医擅长解读 Amanda 葛医师 曾经参与国内 一流互联网公司 在中医大健康方面的 研发与合作 药房品质高 生药颗粒俱全 有远程问诊 和有够中医业务 最困扰您的三个健康问题 是什么 请上网 Herb for Us .com 或致电Sunnyville诊所 408-962-0909 408-962-0909 好消息 大额贷款 ARM利率Special 自住房 七年ARM最低 2.5 五年ARM 2.375 无费用 有兴趣请速电张力 408-315-9470 或微切张力ID L11-1359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张力请和听众朋友 来分享 目前的房贷利率的情况 好的 我们看 大家也听说了 过去的一段时间 十年公债收益率 是有明显下降 曾经达到了超过1.7% 今天是跌了很多 跌到了1.5%出头 所以最近贷款利率 还是有了明显的 improve 我们先说一下 资助房 No.0 fee的refinance 对于contronging loan 小于54.8%呢 现在目前 30年固定是2.875 15年呢 可以做到2.25 还有个76ARM 大家注意 这不是以前的71ARM 76 对 就是将来那个利率 到期了以后 它每6个月 价值一次 不是一年价值一次 现在这个76ARM 是2.375 那56的ARM呢 是2.25 对于张博 conforming 就是在54.8%和82.2之间的 30年固定 现在也是进步了 3.0 15年固定呢 更低 是2.375 7年的76的ARM呢 也是非常好的 是2.5 那56ARM是2.25 对于张博龙来说呢 30年固定呢 差不多还是3 这个7年5年呢 利率也差不多 所以呢 就是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 就是现在30年呢 就是improve了0.25 但相对来说呢 ARM这个利率 改善的要更多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conforming loan 小于54万8的 30年是2.875 那7年呢 是2.375 相当于呢 这两个difference 是0.5个percent 那对于high balance 就是刚才说的 这个54万8到84万2的呢 82.2的呢 30年固定是3% 那7年呢 也是只有2.5 同样也是降低了 0.5个percent 按照我们一般的 这个经验来说呢 如果7年ARM 比30年固定低了 有0.5个percent 那大家应该考虑 这个要做7年ARM 原因呢 这个ARM 一年如果省了0.5个percent 那7年下来呢 就可能省3.5个percent 对呀 那对于一个 对于一个 比如说是80万的贷款呢 那省的这个利息呢 在这几年可能就将近3万块 是非常可观了 而且呢 就是说在7年之内呢 您还有机会可以随时再做同贷 当然呢 这个就是ARM贷款呢 不是说对每个人都适合 比如说您即将退休了 将来可能 这个收入就是降低了 再做贷款的可能性不大 那就应该选一个固定贷款 另一方面呢 如果是年轻人 很多现在班去买房的年轻朋友非常多 对 一对这个做software啊 或者hardware这个couple收入很高 但他们的cash flow呢 就是有些pressure 因为各种花销也非常大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考虑做个7年的ARM 从这个risk和return角度呢 考虑这个还是划算的 还有一个10年的ARM 这个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program 它的利率呢 只比7年ARM高0.125 那10年ARM的风险就是非常低的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经济呢 很少有在10年之内 不出现衰退的情况 对 对 这个可能一般是6年7年 Rawfully这是一个 一个cycle 一个cycle 对 只要在10年之内一旦出现衰退 那利率就有机会下降 那你可以马上再做存贷 不管是把它做成个固定贷款呢 还是再重新做个10年ARM 都有机会 所以从这个风险角度考虑呢 这个10年ARM是非常非常低的 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收入很高 而且呢 他将来有可能把这个贷款的几年之内都付清了 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更低的program 就是5年的ARM 这个贷款的比7年还低 现在呢 5年 如果您这贷款是 比如说100万或100万以下吧 可以拿到最低的2.25 这个也是no point中的 听起来 in general您今天所说的这些不同的program 它的利率都很低啊 都是低过三 那看上去 重贷的ARM的利率的确好了很多 现在买房的朋友还是非常踊跃 对于purchase买房的贷款 利率应该比重贷还要更低吧 没错 现在呢 这个买房贷款的一般情况下 比重贷利率呢 又低了0.5 0.25 比如说我们大额这个大额购屋的买房的贷款 30年固定呢 最低可以做到2.75 当然这个是要求高一些 比如说要40%守护啊 credit分数要差不多至少780以上 7年的ARM就更低了 是可以低到2.125 这个7年ARM差不多是历史上最低点 在年初的时候呢 曾经那个时候固定贷款最低 那个时候的ARM rate也没有像现在这么低 如果我们拿7年和30年比呢 对于张德龙来说呢 差不多是低了0.625 也就是说 如果您借个比如100万的贷款呢 2.125这个利率呢 每个月的payment只有3700多 所以对于这个收入比较稳定的 这个年轻朋友呢 选择ARM贷款的话 它压力是非常低的 那就省的钱是很多的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利率是大额贷款 如果您这个贷款额呢 是低于大额贷款 这个82万2 比如说只有60万70万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用这个program 就是用大额贷款的program呢 去审核低于大额贷款的Luner Mount 大多数情况也可以拿到同样的低利率 哇哦 这么低的买房利率 看来会继续支持已经白热化的地产的市场 GMCC作为Direct Lender 有很多长期合作的银行 不仅贷款利率好 贷款计划种类齐全 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有哪一些特殊的贷款计划 好的 我们最近呢 也是推出了一系列这个比较特殊 这种叫niche这种product 这niche的这种贷款计划 比如说 这个我们上次也说过 就是有 房子如果有安装solar 有这种太阳能的这种系统呢 不管你是买的房子 还是 不管你是这个solar是买下来的 还是说你lease的 都可以享受一个solar 这个贷款的优惠 比如说买自助房的话 这个利率呢 普遍比其他的 没有solar的这个program 要低0.125 这么好 而且对 而且还有一个 它这是全方位的 就是各个方面都考虑到了 还有一个它的reserve要求呢 只需要三个月 如果您的lorn amount up to 1 million呢 只需要三个月的reserve 不像一般的 这个张伯龙的这个reserve呢 都是需要12个月 所以这个计划对于 比如说守护 有些吃紧的 不多的朋友呢 是个非常大的一个便利条件 对于买出租房 投资房呢 也同样有些benefit 比如说一般情况下 你买出租房的话 至少要放25% down 而这个如果您这个房子 有太阳能program的话呢 只需要付20% 而且利率呢 比那个25% down的还要低 所以呢这个program呢 现在不知道会 这多长时间 因为这个是跟政府推行 这个绿色能源的这个计划有关系 所以如果大家一旦有机会 买到这个solar的房子 那千万不要 错过这个program 再有时就是 对于换房的朋友呢 我们还有一种计划 叫buy without sell 这个贷款计划 这个贷款计划 实际以前有过 那利率特别低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银行也不做了 那现在呢 利率有所上升 那个这个program又回来了 这个program意思就是说 假设您现在有一个资助房 想再买一个更好的资助房 但是呢 首付可能就不够 因为在这个cash手里不多 甚至有的人把这个 很多钱都pay down 你现在的mortgage 所以mortgage balance很低 也就是说 你这个equity很多 我们可以这样做 就是说我们可以 从目前的房子里边呢 申请一个line credit 就是hila 净值贷款也可以叫 用这个净值贷款 加上手里的现金呢 就可以做down pay 去买下一个房子 一般来说呢 如果你这么做的话呢 你现在房子上的这个 如果我们考虑就是有rent 有rental收入 把它convert成一个rental property 但是你这个rental收入呢 跟你这个expense比呢 就有很大的一个negative cash flow 因为你自己有一个 本来就有个弄 再加一个大的line credit 所以这个negative cash flow呢 就造成你的DTI 就会over the limit 那怎么办呢 我们有一个特殊的方法 就是说这个我们有的银行呢 可以把现在房上的 这个negative cash flow呢 它就不算 就exclude掉 就假设你现在房子要卖掉 所以就不需要算这个房子cob 这样的话呢 贷款人的收入呢 可以全部用来去cover要买房子的这个贷款 我曾经close一个一个大额贷款 240万的就是用这个方法 这个夫妻两人的收入是40多万 这个房价呢是3.8个million 那他们手里呢 有80万的存款 然后呢 他这个不够的话 他就从自己自住房里边 申请了line credit 拿出来60万 这样的话呢 他的total down payment呢 就是60万 再加80万是140万 那买3.8个million呢 就需要贷款2.4个million 他们的收入呢 刚刚好只能贷到2.4个million 所以呢 就是说他们现在的房子是 是绝对不能算的 因为两个两 已经有两个贷款了 所以呢 这样的话 我们就成功的做成了 那以前呢 他是到别的银行去做 他的dti永远是超过这个limit的43% 差不多55%了 所以他能拿到这个房子呢 非常非常lucky 他也就说 说我这个早找到你们的话 早拿到房子的话 可以省更多的钱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 扩感的优势了 希望有一些朋友呢 在这个节目中 听到张力讲的 GMCC有如此变通的方法 就不要绕弯路 也不要浪费时间 直接来找张力就行了 就会省时间了 实在讲的太精彩 听说GMCC还可以做 to be determined的房贷 房屋的贷款是买房的 有了TPD的贷款的批准 就增加了买房的竞争力 是否可以简单 用一分钟的时间 来介绍这个program呢 好 一般我们做贷款 这个pre-approval呢 正常情况下 就是一个loan officer 去review underwriter呢 实际没有review过 所以呢 你出这个non-conditioned offer呢 是有点风险的 可是你不出呢 又拿不到房子 这是很矛盾的现象 所以我们呢 就在这个基础上呢 就说先做一个TPD pre-approval的letter 那这个呢 就是在你写offer之前 我们提前呢 把你所有的材料准备好 就和正式做loan一样 提前交给underwriter 他来review你所有的收入 资产信用记录等等 这样的话呢 就把这个potential 里不确定的因素 都在这个过程中 会一一的消除 这样的话 你的TPD这个pre-approval 一旦通过呢 我们就可以写个 比如15天到21天的 coating这么个offer 在抢房的时候呢 你这个就不仅 offer非常有竞争力 而且你也知道 你写的这个no contingent offer呢 你是有把握的 你没有说这个 没有风险 比如说我是不是 是不是有可能有风险 我这个default会被人拿走了 所以我们呢 最近也帮客人做了 这种to be determined的 这个这个pre-approval 所以呢 他的offer就在这种情况下 很快就接受了 所以呢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鼓励大家 一定要买房提前做 to be determined的pre-approval 对 都准备好了 再下去 再写一个written offer 这样自己就放心 并且也能够 比较有把握的 拿到这栋房子了 希望大家能够 在贷款方面 有任何的需要 还有任何的问题 请用电话联系张力 408-315-9470 315-9470 或者是微信 ID张力的那个ID 是字母的L11 数字的13591 OK 今天的时间已到 非常非常感谢张力 张力 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再谈了 好 谢谢 谢谢听众朋友 谢谢 谢谢 好的 听众朋友 以上言论 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平常 今晚 矽谷华人传播公词 为您制作的节目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